欢迎来到MOM 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巨妈妈不愿巨俊叶定居台湾 她做法太赞了难怪大S闪架 她她于唐去世表示 被台湾人誉为国民姐夫的巨俊叶 这次真的娶对人了 巨俊叶接受陶金银专访时 笑说自己应该是上辈子拯救了世界 这辈子才会有福气拥有大S 深情暖男的人设大获好评 巨俊叶也凭借老婆的热度成功翻红 现在事业,爱情双丰收 不过,大S的妹妹小S徐希蒂之前 接受采访时表明 大S不可能随巨俊叶回韩国 因为大S,汪小菲的孩子还是要在这边上课 倒是,我觉得姐夫工作可以不需要待在一个地方 因为她是DJ,又是艺术创作 她留在台湾的可能性反而比较大 又单引号 巨俊叶也说,有事才会回韩国 那待在韩国的巨妈妈怎么办? 踏踏于堂去世分析解释 当巨妈妈得知大S与儿女都留在台湾 说什么都不愿意巨俊叶离开自己身边 但巨俊叶表明了客服万难都要回到大S身边 态度坚定但语气温柔 塞奶撒娇后,巨妈妈为了儿子的事业 也不得不妥协 又单引号 其实巨俊叶2019年 曾与巨妈妈参加韩国时竞秀恋爱的滋味 当时就可知巨俊叶说服 沟通能力之强 当时她的相亲约会对象 坦言离过一次婚 巨妈妈知道后有点惊讶 但巨俊叶不断强调 人好就行了又不是马上结婚 并直夸女主爱烹饪 虽然巨妈妈连连叹气哀忧 不知道了 最终还是被儿子说服 如今S妈称赞巨俊叶努力 很拼 期待大S也能讨婆婆喜欢 婚姻长长久久 让记者至少再写40年 感谢您收看Mon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